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第三章 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以色列人 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 借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肯 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人 赫人 亚摩利人 比利喜人 西魏人 耶布斯人中间 娶他们的女儿为妻 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 并侍奉他们的神 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 去侍奉朱巴利和亚舍拉 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 就把他们交在 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萨田的手中 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萨田八年 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 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 就是迦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厄陀涅 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 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 出去征战 耶和华将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萨田 交在他手中 他便胜了古山利萨田 于是国中太平四十年 基纳斯的儿子厄陀涅死了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耶和华就使摩押王伊基伦强盛 攻击以色列人 伊基伦招聚雅门人和亚玛利人 去攻打以色列人 占据宗树城 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伊基伦十八年 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 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 就是汴亚敏人基拉的儿子以户 他是左手便利的 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伊基伦 以户打了一把两刃的剑 长一肘 戴在右腿上衣服里面 他将礼物献给摩押王伊基伦 原来伊基伦极其肥胖 以户献完礼物 便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 自己却从靠近吉伦凿石之地回来 王啊 我有一件机密事奏告你 违避吧 于是左右势力的人都退去了 以户来到王面前 王独自一人坐在梁楼上 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 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 以户便伸左手 从右腿上拔出剑来 刺入王的肚腹 连剑把都刺进去了 剑被肥肉夹住 他没有从王的肚腹拔出来 且穿通了后身 以户就出道游郎 将楼门禁兜关锁 以户出来之后 王的仆人到了 看见楼门关锁就说 啊 他必是在楼上大姐 他们等烦了 见扔不开楼门 就拿钥匙开了 不料 他们的主人已死 倒在地上 他们担言的时候 以户就逃跑了 经过凿石之地 逃到西伊拉 到了 就在以法连山地吹脚 以色列人随着他下了山地 他在前头引路 对他们说 你们随我来 因为耶和华 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人 交在你们手中 于是他们跟着他下去 把守约旦河的渡口 不容摩押一人过去 那时击杀了摩押人 约有一万 都是强壮的勇士 没有一人逃脱 这样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 国中太平八十年 以户之后 由雅拿的儿子山家 他用赶牛的棍子 打死六百非力士人 他也救了以色列人 中太平八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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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